近几年来寺庙与古厕大新修复工程 彩绘脱落斑驳的现象也是最严重的 那么也就需要具有专业素养 以及经验丰富的彩绘化石来修复了 化石的养成除了要熟悉文石典故 构图美感和丰富的想象力之外 它还要掌握各种气料的特性 所以说没有十几二十年的养成功力 是无法独当一面的 在云林有一位彩绘大师洪平顺 以它四十多年的彩绘经验 和大家分享化石的养成要素 寺庙彩绘经过岁月的洗礼 容易出现脱落斑驳的现象 在修复时 彩绘化石对气候及气料的运用 都要有一定的掌握 材料的顺外 不是仅仅提供传统和现代材料 材料不是仅仅一条 你像上漆像就没有 天气还好 那个是重点 高龄已六十八岁的洪平顺 认为画师的品德 也影响着寺庙彩绘的优劣品质 比如说你做到要死的 他也说我们都看不到 不然你就觉得那是这样常态 你没什么 因为总是有人看不到 你要这样想 你不能想到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就尊重好 关火料就好了 一个画师的养成除了绘画的技巧外 还得了解传统寺庙的建筑结构 才能绘制完善的构图 我现在都会慢慢走到单一系统性 也不能说我说的这些都对了 但是同一设计队有可能 它的复杂性比较大 你没十年二十年以上 真的你很难 传统寺庙的违法 它会比较复杂 用这个多头这个有吗 那个都是工夫啊 那个都是有他的细兵啊 你这些基础都一定要知道 洪平顺认为 画师除了练就十八般武艺之外 还要注重品德的修养 才能做好寺庙彩绘 如此神圣的工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月秀陈瑞兰 台湾云林报导